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好,欢迎收看8月23号,Simon Southern Newsroom 今天围绕着乌合战争为主 明天就是乌合战争达入半年 这半年时间大家也留意到整个局势发展 由普京突然间宣称这两个地区 劳金斯克、顿叶茨克成为独立的共和国 跟着入侵温南 而之前在这个缘故宣布两个地区独立 之前各国都有和普京在克里姆林宫有一个negotiation 但这个negotiation完全没有作用 普京根本上没有听任意 一意孤行就将地区独立成为借口 跟着直接入侵温南 整件事究竟有没有合理性 大家过了这半年应该都很清楚明白 而一个俄军的士兵也都已经走进去沃南 也都接受CNN的访问 他都表明这个战争是一个谈话 而现在俄军经过了这半年 其实已经非常疲累 根本其实士兵是一个无妄之灾 被迫走到一个这样的战争的环境里面 根本上整场战争是没有必要的 而现在全球令到因为这个战争大乱 整个局势大乱 无论你的生活上 以至到粮食层面 都已经去到一个极度不正常的一个状态 可以说就是这半年里面 全球的大混乱都由普京引起 究竟现在那个状态 或者全球的来着的局势怎么走下去呢 其实都很可能一定要这场战争完结之后 才有一个希望就是回到正常的轨道 或者回到一个正常的秩序 大家生活不需要好像现在这样 看着的价钱做人 甚至乎这个能源 大家冬天本身都应该要付贵钱 但是不需要说到一年六千磅的状态 这个环境实在是大家都很难去预测下去了 我们就跟进一下乌俄局势最新的消息 今天是181天了 这场仗已经打到去 明天本身就是这个窩囊庆祝脱离苏联31周年的日子 但是窩囊都绝对不能放松 因为除了自己情报之外 美国的务院都警告了 莫斯科可能会趁着窩囊独立日轟炸基辅 昨天我们那一集也说到一个非常讽刺的时间 首先就是要庆祝脱离苏联 但同时现代俄国也在攻打乌克兰这个地方 究竟人类要重复历史的错误呢 这个是大家都非常不想见到的状态 而其实现在根本上整个世界 已经回到二战或者冷战时代的一个这样的 tension 而这个稍后我们会说的 习波罗易车电厂的状态 更加是一个几十年来最严峻的局面 受到威胁的最高峰 所以很难说究竟为什么人类会重复到这个境地呢 其实习林斯基都说了 很多人已经离开基辅 因为要慎防明日俄罗斯在独立日攻打基辅 主要一类什么呢 一类空袭 一类毒弹袭击 其实他们的目标是什么呢 就是习林斯基说想羞辱湾南 因为现在俄罗斯打了半年了 这场仗本身想着闪电一下基辅 就扶植一个傀儡政府 但是现在反而陷入一个僵局 陷入一个在顿巴斯战争 完全无甚寸进的一个状态 他们就想去围補六个月以来的失败 尋求在这个战场上的无能的一些补偿 现在乌南政府强调它的防空系统 和反空行动已经准备就税了 希望可以阻止俄罗斯在基辅里的攻击 至于美国国务院的说法 就是说很可能同样是周三会攻击 针对平民和政府基建 另外也都指示了 觉得湾南局势可能会非常不稳 局势会急转直下 呼吁美国人直接快点离开湾南 所以我们明天虽然没有新闻室 但我们也会有一个特别节目 我们访问了一个湾南人 而且他是波兰的 希望可以跟进这局势 也都希望明天这个时间 不会有一个非常严重的攻击 至于刚才说湾南在这场仗里 其实他的防守位置做得非常好 另外西方武器也能够很快地交到湾南手上 可以增加他的防卫能力 至于俄军在一个非常惨的位置 因为无甚串进也有很多人死伤 乌军是一个最新的数字 半年来已经有45000俄军的兵力阵亡 而俄军一直都没有公开数字 对上一次已经是3月25日 即是俄罗斯入侵一个月的时间 交代了一次数字 那时候只有1351人死亡 至于西方的估计 现在俄军实际的死亡数字 大约是15000到20000人左右 当然我们不能够证明 究竟俄军的死伤数字 只能够听各方说 即是乌军公布的可能有水分 都不定 但是BBC都有一个统计 根据报道等等也有个估计 但其实我们都很难去确认 究竟俄军的死伤数字有多少 另外就是烏克兰也准备了一个 本身独立了一个阅兵 但是也都因为要封闭俄罗斯的恐袭 或者攻击 所以只是摆了一些俄军被摧毁的坦克 就在大街上展示 同时也都慶祝 或者其实是羞辱 可以说是羞辱俄罗斯 在这半年来的一些无能的状态 其实羞辱在大家要印象 在这个所谓和谈谈的时间 普京就突然间说要释出善意 建立互信 之后就撤出了羞辱 另外才揭发布查 以及握平大屠杀的局面 这些暴徒的行径 是展示在世人眼前 随之而来的就是顿巴斯战争 所以基库 我想是自四月底五月初的时间 是开始回复平静 之后波罗伤神等等的领导人 特别是波罗伤神 是突然间在无通知之下 在基库出现 就和扎林斯基在大街上 即乘行 视察系环境 接着古特雷斯才去到基库 就视察的 在这个状态慢慢去到现在 差不多八月底 其实已经差不多去到 回复正常的状态了 那今天呢 乌克兰超级足球联赛也重开 大家都想想一下就是 在这个战争状态里面 乌克兰的足球联赛 居然在今天重开 其实那个画面都挺特别的 那乌克兰足总也说了 其实是非常独特的一次 因为敌军仍然是入侵自己国家 另外轰就是不断 但同时间足球有一个很独特的代表性 它代表什么呢 代表peace 但是运动在 其实不应该有政治的元素里面 或者不应该有军事影响 所以 其实足球本身都代表了和平的 那今次乌克兰的足球联赛 在这个时间里面重开 其实都为国民 为乌克兰人 其实带来一些 就是有些希望 那这个创事呢 不会有球迷入场的 那如果防空警报刚起的话呢 球员、教练等等都会走进去避难所里面 而现在每个球场呢 五百米外面都会有避难所的 就是被这些 就是球员、教练等等呢 就进去 而乌克兰斯基今天签了个新法案 那就是说 新起的流域呢 都必须要 是必须要有一个避难所设置在里面的 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呢 就是大家都应该听过 或者了解到呢 最近或者近两个星期呢 克里米亚被攻击的一个状态是发生了 而这个被攻击的状态呢 其实双方都没有一些清晰的东西交代给大家 就是说俄方呢 就没有说怎么损失法呢 而乌方也都没有直接承认呢 是克里米亚的攻击呢 是他们造成的 但是实际上 我们透过美国的卫星图片 或者其实大家在Twitter上面的片段 都见到 其实在俄罗斯 在克里米亚的损位呢 其实是严重的 首先 昨天我们也交代过就是 这个克里米亚的空军基地呢 是被针对性炸了最少八架军机 就没有了的 但是机场就没有损位 另外跟着就是一个 一个临时存放武器的一个基地呢 或者地方呢 好像放烟花那样的嘛 就是被人炸到飞起了 所有那些 相述的武器呢 都会被摧毁了 在这个 即这样的环境之下呢 其实克里米亚是一个很重要的地点 另外就是 在早早几个月之前呢 一些外交上面 比如说 作为斯都说明 必须要就是去用尽手段 就是令到温南自由 包括了什么呢 所有领地 那当时已经估计就是 克里米亚究竟 是不是要就是 协助重夺克里米亚呢 那大家知道 克里米亚 其实2014年就被俄罗斯吞并了 那其实很无奈的 而其实国际上面是不承认 克里米亚呢 就是被俄罗斯吞并 但是大家是默认了一些 一些这样的事实 那所以克里米亚在过去的八年呢 其实是一个 就是俄罗斯控制的状态之下 那最新呢 扎林斯基说法就是说 要夺回沃南对克里米亚的控制 而Reuters呢 路透社引述了扎林斯基的说法就是说 这一切呢 都始于克里米亚 而最终呢 也都会在克里米亚呢 完结的 那说法呢就是 It all began with Crimea and it will end with Crimea 所以我们都愈来愈觉得 克里米亚呢 其实现在在 大家知道那战线 其实一直都在南部 以及是去到这个东部战线 那克里米亚呢 其实本身就是一个 这个黑海艦队的基地 那现在黑海艦队的基地都被炸了 都受到波及了 那在这个状态之下 克里米亚 即俄军必须要处理回克里米亚 其实变相就是 在俄军一个 调动的实际 不是那么完善的状态 会不会克里米亚 其实有机会去做到这个反击呢 而俄军 其实现在面对着波克兰的一些西方武器 或者以合这个无人机的攻击 其实似乎俄罗斯在面对波克兰的攻击上面 是有少少吃力的 而这次扎军司机突然间说 要从着克里米亚控制 可能会有少少成功在望的一个这样的看法 但是始终这个 这个扎军特以合电厂的威胁 是完全没解除的 普京在这个 早上个星期 在土耳其 联合国加湾南的滑船之下 普京就突然间说 容许国际原子能组织的人 就八天过去这个核电厂 就看了 最新国际原子能组织就说 未来几天就可以去看看核电厂了 但是问题就在于 究竟俄罗斯原意去军事化 将核电厂去军事化 完全不搞它 这个我们还未知道 总之现在联合国原子能机构 它就说去到核电厂会搞几件事 第一就是要确保核摄施 要稳定 安全系统是否正常运作 对于核电厂的供电是否正常 因为如果核电厂供电有问题 其实那六个反应堆可能降温有问题 降温有问题就会令到它溶解 变成也会釋出辐射 这个对于整个区内环境 甚至全世界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也会跟温南和俄罗斯人员对话 希望可以建立一个相对永久的对话的机制 但是呢 俄罗斯都挺厉害的 最新乌俄两国都没有承认到对于核电厂周围的攻击 大家没有承认的责任 在这个时间俄罗斯就突然去信联合国安理会 警告温南就会计划利用核电厂作挑釁 要求召开会议就相当核电厂的安全 其实俄罗斯在这场战争开的时候 首先大家知道俄罗斯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其中一个常任理事国 其实大家都觉得很无奈 你在一个安理会里面带你发动战争 而现在俄罗斯也都在这个安理会里面要求开会 就说温南就挑釁 利用核电厂做挑釁 这个其实都是俄罗斯一向的一些策略 另外一个策略就是最新的昨日报道很大 那宗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亲信的女儿 29岁的女儿Daya Deginna被炸死在莫斯科 现在拉夫罗夫除了俄罗斯的国家安全部门认定这件事 就是温南发动 另外拉夫罗夫说说襲击是野蛮罪行不可原谅 就说会追究这个兇手追究责任 但是同时间俄罗斯的地下组织也都承认责任 就并非关这个温南事 那件事怎么收科呢 在俄罗斯主张的这个极端民族主义之下 要去追究责任 就要追究温南的责任 但是同时间俄罗斯的这个反普京的地下组织 国民共和军就承认责任 那怎么收科呢 你要做propaganda 但是也有自己俄罗斯人就承认责任 那今天就搞到很大了 这个Daya的悼念仪式 就是在莫斯科的奥斯坦金诺电视中心举行 因为本身这个Daya就是一个战争记者 战地记者或者是一个commentator 就是这个战争上面的commentator 也都因为这场战争声名大噪 至于他的父亲就是一个极端民族主义者 他说他的女儿是一个非常优秀和爱国的战争记者 但是从不鼓吹暴力和战争 不过这个极端民族主义之下 也都被报道Daya死于俄罗斯大世界 Russia world 所以在这个propaganda之下 Daya成为犧牲者 不过究竟能不能成功做到这个propaganda 在这个俄罗斯自己人承认责任之下 究竟能不能成功做到这个propaganda 至于沃南当局至今极力否认 也都说俄罗斯利用这件事大作文章做了政治宣传 至于沃南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的秘书长 在推特发文 就说Daya Degina的死是俄罗斯联邦安全局FSP策划的 相信是俄罗斯手中针对自己国民的襲击 未来会陆续有来 务求令国内对战争的支持度回升 昨天我们也说了一个剧本出来 但是在沃南的说法之下 也有一个座证 就是会不会自己策划就杀了自己人 因为其实这个他的父亲 Alexander Degina 根本上他的剧本本身就是 大家坐同一架车回到莫斯科市中心 但是他的父亲就坐另一架车离开 最后他的女儿就死了 那变相就是一部禁荷里活电影 明知道会不会就是Alexander知道车有炸弹 自己不坐又被他女儿坐 那就牺牲个女儿 牺牲个女儿就令到现在有这么强大的propaganda 可以做到 务求令战争的支持度回升 整个故事都出来了 也都加上沃南当的说法 所以令到这件事的可能性更加高 那这场战争对于世界的影响 当然在能源上面就是一个主要 另外就是那个粮食问题 那现在能源供应因为大家制裁 不能够就是减少了很多天然气的输入 也都减少了这个燃油的输入 那现在呢都关心着就是究竟会不会断电 特别是英国 那最新这个英国能源行业的一个定期演习 这个规模扩大了 由这个限电两天就升级到限电四天 那就为这个天然气供应的紧急情况做一个可能性的准备 但是唐廷家坚称 今年冬天家庭和企业都不会面临停电的 也都不需要减少这个能源的使用 那英国都说明了就是说 过去就主可再生能源 核能和北海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投资 是令到英国有一个可靠和多样化的能源系统的 那但是至于今次为什么 为什么英国最能源公司对于这个演习扩大了呢 首先就是因应那个天然气的供应可能会受到威胁 所以就可能会将那个供应给一些优先客户 包括什么呢 医院 疗养院 玻璃厂等等的一些机构或者部门 就先用这个天然气 那电网的演习在来近9月的13、14和10月的4日和5日就进行 那么其实规模说到政府部门、监管机构、游说团体和主要的能源公司都会参与 那么就要无疑一些供应量的突然没有了这样的情况就做演习 那么有业内人士就对于今次的演习或者专家觉得是有点惊讶的 那么特别是其他国家也都同样制定着类似的演习 那么当然啦 因为德国首当其冲就是北架2号究竟会不会被俄罗斯直接断了 那俄罗斯也都现在又最新就说三日维修 那么之前都说了三日维修 然后又会将供应量减少甚至是割了 那么德国首当其冲 所以相信欧洲对于天然气供应其实都相对紧张 而彭博早前都说过了 政府已经制定了危急的计划 无以今年冬天可能面临停电的最坏情况 而官员当时假设如果寒冷的天气加上天然气短缺 是会导致英国电力短缺 英国亦都会一月份停电几天 但是刚才说到唐廷佳坚称是没有事的 唐廷佳说法就是不需要减少使用能源的 那么至于offgem 今个星期就会公布 到未来十月生后的最新能源价格price gap 昨天说到很夸张 说到五千多磅 和四月的六千多磅 想着都应该见顶啦 怎知这个Oxelian这间咨询公司 就再次将price gap的预测再上调 昨天说的六千头 说到现在四月份的 是已经去到六千五百五十二磅 比之前预测的多四百多磅 事源就是刚才说北架一号 北架一号 不好意思 北架一号俄罗斯声称就是要搞了三日维修 所以天然气价格就会再飙升 所以市场预计普京是会进一步削减德国的天然气供应 甚至全面涉断欧洲供应 也都因为这样 Oxelian就将price gap的预测再上调 分别来一月是五千零六十六磅 以及四月的六千五百五十二磅 至于亦都因为能源价格不断飞 通胀完全是指交不减 说的是花旗预计的夏年一月18.6% 而英国的打工仔因为人工加幅追不上通胀 引发了一个白工潮 变相其实是搞不定的 你不断要求去加工 变相的通胀也不会降低 那这个是恶性循环 而内政部和内国办公室 就是在想着这些紧急方案 也都应对工党下个月 就会宣布白工行动 而这个白工行动是会牵涉到public sector public sector说的是工营的机构 或者部门是会仿效 也会大量的公务员会参加 所以预计在Christmas的前后几个月 工营部门或者工营服务是会有受影响 也都预计今常的工业行动 有机会在1926年以来的几百万人大罢工的最大规模 也都外界在忧虑究竟未来的新手上 可否有有效应对呢 到时英国会不会陷入癱瘓呢 只要怎样应对通胀 除了之前工党说的 就是要去冻结现在的price cap到1900磅 也都有声音开始说 这个暴力税不仅对于能源公司 还要去什么 粮食巨企都要征收暴力税 这个循环其实真的是恶性循环 刚才无论去到人工打工洗 去到能源巨企赚钱 或者去到这个粮食巨企赚钱 是只会一个不停无限的 之前我们说过就是 究竟自由市场 资本主义之下 你要去征收暴力税含合理 但是也牵涉到社会责任上面 现在看到的就是 短缺的东西 那些公司一赚钱 就会被视为一个赚暴力 赚暴力之下 就要征收暴力税 希望将那些钱帮回市民 帮回国民 而现在面对的就是 这个粮食短缺 因为之前讲的就是 无论你俄罗斯的肥料 烏克兰的grain 都是因为那个 供应问题 导致这个粮食价格飙升 而全球都面对这个food crisis 食品价格上升之时 这些粮食的firms 就大赚钱 而四间公司 叫做ABCD 因为这么巧的名字 就是ABCD 四间国际的巨企 ABCD垄断了全球的70%到90%的 糧食贸易 究竟需不需要征收和理税呢 大家看看之后的讨论 究竟会怎样发展下去 去到英国 再说多一宗很疼的消息 之前也有那个 电动坐行车的伯伯 被人刺死 最近英国也发生了不少 凶杀案 除了刀杀之外 还有一个枪杀案 刚刚昨晚 就是一个枪手 射杀了一个 九岁女孩 这件事 当然那个枪手 相信不是目标地 射杀那九岁女孩 但是整件事 好像是一个整定的 故事是怎样呢 那个案情 相信就是 那个枪手 追着一个目标的男人 而那个男人 就走了进去 那个九岁女孩的家里面 在利物浦的 这件事 发生在利物浦 走到家里面 那个枪手 也追到进去 那间屋里面 然后开几枪 其中射中的是那九岁女孩 最终那个女孩 就是宋软死亡 另外屋内的两个男女 一男一女 也都中枪受伤 而那枪手 现在是在逃的 而枪手 和那女孩 和那女孩的家里 是完全没有关 即是说 那个枪手 原本目标的 追着的男人 就是因为这样走进去 而最终 导致那个女孩 死亡 这件事 是一个完全的 无妄之灾 而那个 警方现在调查中 也都希望 目击者 去提供资料 另外就是 希望索取一些 CCTV的片段 大家不要以为 这件事 只不过是 偶之唯一 现在只是一个 冰山一角 而同晚 一个女孩 在Kirby 一个酒吧停车场 被人用刀刺傷心口 另外 星期日的时间 一个28岁的政府员工 Council的员工 就是Oswain 被射杀 又是枪击 另外一个月中 一个20岁青年 就是这个Toxeth 在Toxeth 这个地方 被枪伤 亦都追捕了两个 用这个电动 Scooter的两个年轻人 实在是一个 现在 最近 亦都不知 为什么这么多 一些冒杀案事件 发生 枪击案 刀案 其实都令人感到担心 因为之前 在美国等地 就发生 进加拿大 发生枪击的时候 就做那些统计 其实 英国得到枪击的 机会是相当之低的 即那个法例 以及那个供应 其实是非常之少 连警察都没有 枪击的情况之下 民间去获得枪击 是很难的 所以 现在警方就说 不单只是枪手 不单只是枪手问题 亦都需要找到 哪个提供武器 和哪个去 就是去arrange 这些恐怖的意外发生 这个是需要调查的一个途径 或者去放强 因为 为什么英国突然间 这么多枪击事件发生呢 那么最后 都是一个相对好的消息 之前 伦敦观众留意 就是Elizabeth Line 在5月的时候 女王伊莉莎白二世 就是去开幕 就揭幕 就是伦敦的central section 的Elizabeth Line 就通车 现在呢 11月6号 就会全线贯通 终于到 不需要转车 都能够在redding 去到shenfield 中间这个central section 就不需要下车转车 而Ebywood 也可以去到redding 预计11月6号 就会全线贯通 那我们再等多些 究竟是不是真的 11月6号 会不会又要去延迟 因为首先 Elizabeth Line 本身是18年就通车 最终呢 是22年才能全线 能够通车 而女王当时开幕的呢 就是Ebywood 去到Peddington的路段 而TFL就说了 11月开始 除了 不用下车 转车之外 行走伦敦 子中心的服务 是会拓展到 星期日都有service 那么现在呢 你听到这些广播呢 星期日是不会有 Elizabeth Line的service 而到时Peddington 去到Whitechapel 的列车班车呢 就会增加到 每个中22班车 而夏年的春天 也都会提升到 20只班车 至于非繁忙时段 都会有16班车 另外 Bondstreet 这个新的车站 也都会启用 会有两个票务大堂 这样说 希望这个新的消息 为大家在未来这个 就是秋冬季呢 有一个好好的 就是好好的 行程 或者一个相对好好的 消息 但是对于 生活成本 能源价格 其实呢 都应该不会有很大帮助了 好了 明天大家留意 会有一个特别的 访问的节目 是关于乌俄战争 那大家留意了 今天的8月23号 新闻社短短视频到这里 明天再见 拜拜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